如果说远景觉得我的语气他觉得不舒服的话 那我当然也很抱歉 那我以后也会更谨慎 态度在放软连远景也一并道歉 北市议员徐晓星的围停风波 即便已经全期没施压 但事件还没完 回到现场 19号徐晓星就是在这家餐厅吃饭 车子停在店门口红线上 但这明明是巷子单行道 车停在这也难怪远景开单 况且那个当下他情绪上恐怕也有些激动 同选区的议员也说确实远景感受上可能有压力 现在分局要对徐晓星补开单 只是世界会爆发全一位网友在PTT上 转载这名远景IG内容 这一点徐晓星不能忍 对事实的扭曲跟错误的解读 所以这方面呢 我想我基本上还是会提出告诉 徐晓星秀出简讯指 这名网友后来陆续有跟他道歉 甚至亲自打电话到办公室 刚才也拨了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里面 不过我刚刚在忙 所以我还没有接到这个电话 或许是因为担心身份曝光 因为这名发文的网友被起底 疑似是一名老师 两年前曾PO过自己的PIN书 更扯出案外案 因为这网友道歉电话 一开始却是打到呱吉办公室 让呱吉也很气 说为什么徐晓星跟警察案子 跟我有关还要被骂 让徐晓星也只能赶紧致歉 看来韦婷这代价真不小 TVBS宣伟一节无愧 你资互NG小组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